看看新闻吧 中秋的这个假期呢还在继续 但是呢我们中国梦之声的学员还没有闲着 是的他们是跟着李廉杰啊 陈奎一起做起了公益慈善活动 这个要大力支持一下 来看 看到中国梦之声的冠军李香香 以及人气学员许明明阿莱 李蜜宇站在台上线上 你以为这是梦之声学员的演唱会吗 当然不是 这首《为梦启成》是他们特意为 异基金为爱同行公益活动录制的歌曲 而这首充满正能量的歌 正是阿莱为山区的孩子们创作的 这个活动也是一种梦想 一种梦想就非常好 希望农村的孩子你可以喝到干净的水 除了用歌声加油鼓励 学员们当然还要为爱走一趟 这部当明星义工成婚 冥想了手中的喇叭 四位学员就率领着数百名志愿者 开始了近40公里的行走 而在这40公里的路程大多都是山路 这可苦了没做足准备的许明明了 因为今天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说 这女孩好牛啊 穿这个鞋来 有人不得不中途停止 也有人还意犹未尽 说实话真的还没跑过 然后他们就不让了 李翔翔你别急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 做公益永无止境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的 这种公益活动以后还是会参加的 去行动 娱乐行天里 大家一起为爱行动吧 发达